第35题 图一图二为甲导体乙导体的电流I电压V的关系图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看到甲导体电压跟电流呢成的是一个正比 斜直线正比 所以它符合欧姆定律 可是呢乙导体并没有是成斜直线 所以没有成正比 所以它没有符合欧姆定律 所以甲导体遵守欧姆定律 乙导体不遵守欧姆定律 选项A 甲导都遵守欧姆定律是错的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 乙导体运它不遵守欧姆定律 所以呢它的电阻值会随电压大小而改变 所以B说乙导体的电阻值不随电压改变也是错的 遵守欧姆定律的才是电阻为定值 不随电压而改变 所以这也是错的 C将甲导连程层涂3的时候 这是一个串联 若安培剂组为0.3安培 则电源电压为7伏特 从图上看到 如果是0.3安培 甲的电压是3伏特 如果是0.3安培 乙的电压是4伏特 所以这个3伏特 这个4伏特 串联总电压等于分电压相加 3加4是7伏特 所以呢 我们的C选项说7伏特是对的 诸选项说甲乙变成图4 如果电池的电压是3伏特 则它的安培剂是0.7安培 那么这个3伏特对过来 这个电流是0.3安培 所以甲是0.3安培 然后呢 我们这个3伏特对过来 我们的电流是0.13安培 这是0.13安培 然后并联的时候 总电流等于分电流相加 所以把两个加起来应该是0.43安培 他说是0.7安培是错的 所以第35题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若将甲乙连接成右图30 若安培剂的毒素为0.3安培 则电源的电压为7伏特 是0.4安培剂的